嗨 蘇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禮包介紹 好 那今天的話也是更新了三個就是下半季的開幕禮盒 那也是配合 算是配合吧 配合這次的Battle Pass 好 那我們就一一來介紹 那我目前的狀況的話 我會把標準值設在差不多1500左右 就叫做OK啦 現在的禮包比值越來越高了 像之前很高的簽名金鑽 不是簽名金鑽 簽名金幣的話 那時候也才1600 那這次的全部都破標 都破到1400 1700這種的 好 那我們就來一一介紹 這三盒都蠻暴力的 就是金幣都給的很足 那道具相對就比較少一點 對相對比較少一點 好 那之前的話金鑽差不多就是之前那個1990的 1990的金鑽差不多有筆值有落到2000到2500左右 那這次最好的那一盒是1900 但是 東西蠻多的 好 首先我們先從490的開始講 490的話 基本上大家就是聽那個1700 1800那個就是筆值 就是你一塊錢台幣可以換到多少萬的金幣的推估值 那個不是精確的 那是推估值 如果可以精確的那我也太神了 我直接去當單卜師球 我直接去簽樂透就好 就不用坐在這裡講話了 好 那推估值的話 490的差不多在1450到1500多左右 那我覺得有過1500就很好 然後990的差不多在1700多 然後290的在1900多快2000 好 那490的我們現在講裡面的東西 EX20張這個目前沒有價格了 然後球員陣4加1五個這個蠻不錯的 所以你自己去斟酌 如果你有缺4加1的那直接就是刻這個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覺得4加1還好 那我覺得你可能還是可以刻這個 因為這個的重點在下面 SS藥水10罐這個還好 然後5月加4月 這我就統合在一起講了 總共60張 那這個最大的問題在什麼 在你會賣不掉 對 比較大的問題在這個而已 你會賣不掉 因為還有Battle Pass 所以你自己要去斟酌這個 如果你一開始在Battle Pass爆量之前 就直接衝這一盒 然後開掉頂卡馬上全部都塞出去 那你賣掉基率其實蠻高的 對 還是蠻高的 但是如果他爆了可能就沒辦法了 但是筆值還是在 因為厲害的人可能還是賣得掉 可能他搶下先1他還是賣得掉 好 那這一盒最主打的在最後面兩個 他是490的禮盒 但是他金幣直接開到50億 然後鑽石還開到3000鑽 導致他整個筆值拉上去 所以說這一盒還行 蠻不錯的 好 接下來是990的 990的話 剛才的EX換成千卡5張 千卡5張的話 然後現在平均均價應該在10億到15億以上 對 10億 運氣 尤其是新的 新的那個22年都掉的蠻深的 但是如果你開到兄弟的 其實還是有一點價格 那6到9期還是有那種 一次可以出到20億以上的 平均下來差不多在10億到15億 升到20億左右吧 那每個人開的不一樣 然後7加4這波給了3個在990的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缺7加4的 可以考慮課這個 就是變成直接指定 然後求人強化箱再給你3個 就是讓你自己去開 看你的招牌開到什麼 如果你是3個再開到7加4 那你就會有6個7加4 然後4月跟5月的type卡 這個跟990的沒變 所以這一點就是比較 沒這麼吃香 因為它卡包沒有變多 然後最後就是金幣跟鑽石 金幣變2倍 但是鑽石不動 所以這導致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990的 雖然金幣的比值再拉上去 變得更高了 但是 它的 它的鑽石比較少 對就差在這裡 所以 裡面有7加4 這個前提 我覺得你有缺 再刻這個990 不然你就直接490 兩盒就可以了 那當然 這個都是有限制扣打的 所以你就是想刻就刻 我覺得OK 好最後是2990 2990的這個 如果你缺強化箱 我覺得不用 我覺得你缺強化箱 你就去開那個 簽名點獎就好 簽名點獎強化箱太多了 不然就是你缺藥水的話 因為這一盒裡面藥水跟 強化箱 其實不多 根本就沒有 藥水根本就沒有 好 簽卡15張 這個就是簽卡15張 然後傳奇 楽天 2選1 15張 傳奇2選115張 平均均價可以到15到21 對如果開的比較好 可以更高 當然了這個尼包一出 就可能會掉價 然後9加6保底3張 然後加上6個強化箱 所以他強化箱沒有很多 就是9加6加上強化箱 保證券這包只有9個 那這包最噁心的 也不是在後面的TOP卡100張 是最下面的金幣直接給你200億 然後鑽石直接給你15000 15000鑽1500鑽太少 直接給你實體的 就是不用讓你開卡片去賣 那層次運氣 沒有我就直接塞金幣給你 反正不管我就直接塞金幣給你 所以這包的筆值就因為後面那個金幣 我直接塞爛塞給你 所以導致他的金幣筆值到1900多 那我們現在看我們2290的簽名點獎 那時候他們那邊的金幣是給到 其實好像是60 然後給你兩包就是120億 那這包是真的給蠻多金幣的 直接給到200 所以說你問我這三包可不可克的話 我會告訴你說都可以 那筆值就是這個 然後往上再往上 沒有問題 他就是有跟著價格往上浮動 那這三包優先克什麼呢 我答案就是沒有答案 對沒有答案 因為這三包的筆值 你如果要金幣的 那當然就克最貴就好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拿出2990 那如果你又是 我金幣很多我缺4加1 那你就變成要克這個 如果你缺7加4 變成你又要克這個 所以就是繼續選擇 就這三盒筆值都夠 都夠 獎勵也都還不錯 就差在沒藥水 應該說藥水比 比較少 就差在這裡 就各位在自己去斟酌囉 結論就是可以克啦 好那今天這部影片 我們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喜歡的觀眾商 那我們下集再見了 掰掰